按一下那个Enter 这个也是上个礼拜同学问的问题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 就是你按一下Enter之后呢 直接就输入了 刚刚是什么呢 我必须要一直 就是比如说我这边输入 CCC 然后我也输入一个正确的 Enter Enter 那我必须要怎么样 再按一个Enter 再按一个Enter才会过来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我直接在这边按Enter 它就帮我执行什么 这个按钮的事件 所以这个可以当成一个 小的技巧 这个技巧是锦上添花 没有也没关系啦 只是说将来可能会被要求 按Enter 执行它 这个地方其实有几个技巧 第一个我要知道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一个事件 叫做 Key被 KeyDown 就是 我有某一个按键 被按下去的时候 它会告诉我什么 它的Key Code 那Key Code呢 指的就是说 ASCII就是那个电脑内码 那Enter是13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如果那个Key Code 等于13的话 所以这个Key Code 如果Key Code 这个复制一下 这个复制一下 等于13 那表示它按Enter 哦 then 做什么事 先End if 好了 就是 帮我做个转换 如果你按Enter的话 那我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Call Call Call什么呢 Call 直接就变按钮 那按钮的事件 按钮的事件是它 它是一个Sub 对不对 如果将来你要呼叫它 很简单 直接把这个 打一个Call 之后 然后呢 再把这一个 B01 当然我是改B01 底线Click Ctrl C Ctrl V 直接在Call 后面贴上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当它按下按钮 就等同是 去按下那个按钮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应该这样没问题 我试给各位看 启动表单 打一个滴滴滴 然后输入 Enter Enter 再来Enter 本来应该是跳这边嘛 然后我先按Enter看看 诶 有没有 就不用再多按一个按钮 这感觉会比较流畅 不过这个也是锦上天花 有更好 没有好像也不影响 只是 有的时候写程式写久了 就会有那种 吹毛求疵的那个 那个 钻牛角尖 就想到哎呀怎么做 我就会去想要找答案 这个部分的答案呢 我也帮各位 把它贴到这边 所以你到时候 其实可以参考 反正就是这三行 非常简单 但是如果你Google 我看你Google半天 也不见得找得到答案 因为这东西 这个东西 那个游标 会再放到 输入名称的那个地方 那要再另外再跳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连续打去 现在它会连续一直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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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没有你按Enter 它就会往下跳 对不是说 你最后一个按Enter 它只丢上去了 可以啊 那游标就再放回 名字的地方 那你可以在这边再多一行啊 就是 TST01.setFocus就好了 因为它Focus又在上面 那就OK了 所以其实 换来换去 它都是OK的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最后的话就是 多一个 多一个这个功能啊 因为这个东西 我Google半天 我也找不到 后来我是自己 因为我凭着我的直觉 感觉应该是这样子 后来就试的就OK 就是这样子 你以前有写过其他的程式 大概也是差不多的一个逻辑 那我想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个表单 下个礼拜 我们会有综合练习有两题 回去的话有时间 可以先把这两题先做做看 下个礼拜就来讲这个 就是这两题 那后面就延续 我们今天那个 再来就是 逻辑函数讲完 那就是日期与时间函数 再来数学函数 寻找与参照 那就是范例了 OK大概是这样 那也许我们把函数讲完之后 那就那本书里面的范例 也许我会穿插着 两边范例都就是 有相似的地方 我就把它拿出来讲 OK 那今天的话 我想 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然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好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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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